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地毯庙会已经成功举办了36届 每年都吸引许多老北京和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打卡 庙会上各式各样的摊位除了吃的喝的之外 还有很多传统飞椅手工艺展示 另外还有一些珍贵的老物件 老字号 来到地毯庙会还能看到一些精彩的杂技杂耍演出 这个春节假期 博物馆游 盐学游等新兴项目兴起 甘肃省博物馆等三家博物馆共同推出 甲晨龙年三馆联动新春主题活动 在甘肃省博物馆有舞龙 舞狮和特色的太平鼓表演 还有古风服装走秀 在文化集市上 雕刻 剪纸等各种非遗技艺竞相展示 不少游客也上手体验制作 春节假期正值寒假 在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核心区 江苏沿城东台条紫尼湿地 学生们亲近自然 乐享假期 走进湿地科普馆 近距离观察了解各种珍稀鸟类的体貌特征 生活习性 栖息环境 并于玩乐游戏中将保护环境 热爱自然的种子在心底拨下 在上海博物馆 每逢年初一都有馆长迎接首批观众 这一传统从2000年开启 持续至今 日月开心园 万象起新片 湖北广西等地就有龙船灯光秀等精彩表演 两条金龙在一片火树银花中缓缓在湖北的汉江河面游动 火红的凤凰在夜空中飞舞盘旋 还有一千套激光灯点亮丹江口大坝 10日傍晚 在广西阳朔县风景秀丽的玉龙河上 90张竹筑筏首尾相连 组成一条长约800米的巨龙 形成一道独特的壮丽景观 大年初二 四川和浙江很多景区都迎来了可流高峰 相关部门多挫并举 保障游客的游览安全 景区对部分景点启动限流和分流的措施 同时加派警力 配合景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保障游客的节日出行 在浙江杭州的各大景区 自驾游的游客增多 当地交通部门就启动了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要看到是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首次参加在沙塔拉伯举行的国际防务展 圆满完成任务 在大年初一回国 以特殊的方式向全国人民来拜年 八一飞行表演队完成最后一场飞行表演任务后 于大年初一踏上了返家归程 全程由运游20伴随保障进行空中加油 我们通过空中加油一战直飞的方式 减少了对地面机场的保障依赖 展现了我们战机的续航能力 在空中军员密切配合 高效完成加油作业 体现了实战化训练水平 进入国内领空 空中编队在雪山上空 拉出绚丽的烟彩 以特殊的方式向大家拜年 经过五个多小时 近四千公里国外航程 飞行表演队平安降落西北某机场 有队员表示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情感归属 战机顺利回国也让他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温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时间来到今天已经是农历大年初三了 在传统上俗称赤口不宜上门拜年 香港有不少的民众甚至是有外国人 是来到了沙田车宫廟来参拜 祈求农年好运到 今年考试顺顺顺利利 今年要考尋专业试顺顺顺利利的过程 我听说它是一位中国新年最名的庙区 我知道昨天是祝公的生日 但常常是祝福祝的今天 所以我认为今天会来一个好日 你感觉如何? 非常好 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的气氛 很多人来到车工庙 这香火很鼎盛 许多人也是购买风车 祈求新的一年要转大运 另外一方面 香港警务处处长肖泽一 早上也到了车工庙 视察人流管理情况 他为在场的远景来打气 也与警方防骗吉祥物来合照 肖泽一重申 春节期间 警方会尽量酌情处理 车辆违规的情况 但不希望这一类不负责任的停车行为 对行人构成危险 刚画面上你看到在车工庙的现场 许多的人拿着风车来到这边 来拜拜 祈求要好运 立刻连线给人 就在车工庙现场的记者 显志 显志 我爱 祥义 龙年快乐 显志 背后真的是香火鼎盛 好多人今天都来参拜 很多人说来到车工庙 要买这个风车可以求好运 那如果运太好怎么办 还可以去求好运吗 另外一方面 赶快帮我们的民众祈福 还有帮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的观众祈福 你要帮他们许什么愿 显志 好的 想以 我相信运气不会有人会嫌多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沙田的车工庙 这里大家就是来求个好运 而因为今天是大年初三 传统来说是赤口比较容易产生争执 所以不适合拜年 比较多香港市民就会选择来这里参拜和祈福 我们可以跟随镜头看一下 现在到了中午时候 人流是非常多的 像从今天早上到现在 持续有很多的香港市民 甚至有些游客来到这里参拜和祈福 他们会到车工店里面去上乡 并且有些市民会来这里求签 所以现在依然是非常热闹的 这里有一家大小 也有一些年轻人 也有长者 大家的愿望都各不相同 有年轻人就希望自己能够升职加薪 有长者就希望身体健康 有做生意的就希望生意兴隆 而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的市民 都拿着像我手上拿着这样的风车 每当有大风吹过就会高高的举起风车 甚至自己是不停的去摇动这个风车 去祈求时来运转 而在这里他们市民离开之前 也会在我附近排队等候领取太岁卡和财神卡 太岁卡保平安 而财神卡就祈求有一个接财神的这样的寓意 而我在这里也祝贺各位观众 在农年里时来运转 在这个和气也会和气生财 先将时间交还给相宜 天天看我们凤凰卫视天天好运到了 观众朋友 接下来要带你去看赛马一切显置 那农历新春赛马日 很多的赛马迷都很热切期待 在沙田马场现在有什么赛事跟表演 立刻连线给我们在现场记者崔可军 可军午安 午安相宜新年快乐 可军今天穿得也很喜气 好多民众现在都准备好 今天在赛马场有什么样特别的安排呢 是的 这个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赛马日 是最受香港人欢迎的一个贺年活动之一 从我身后这个人同永永的状态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场内的气氛是十分的热闹 而在去年的农历新年赛马日 我也在现场 那今天我就感受到非常大的不同 那今天的首先是人是特别的多 我们刚刚也了解到有不少的内地旅客 也是过来感受一下香港的农历新年赛马日 可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今天的天气是非常好 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马迷都是打着伞 在这里准备等待第一场赛事的开幕 而第一场的赛事就会在等一下的12点半 是正式的开跑 而今天的全天一共是会有11场的赛事 而焦点赛事会是今天下午4点05分开跑的第8场的贺年杯 那第二呢我们就感受到今年的这个赛前的这个表演是特别的热烈 在刚刚的表演之中呢 有香港多位的知名艺人像是胡锋 薛家燕都是跟市民进行一个互动 另外呢今天的省事表演也是特别的热闹 第三呢今天今年的这个整个奖赏是特别的丰富啊 那每个马迷在入场的都是可以获得一个招财比 那在整个新春期间的赛马和六合彩呢 一共是会发放将近是1.4亿港元的大赏了 而另外呢再不得不提的是 他在去年的这个投注额已经是创下了香港回归以后的投注额的新高 而今年的是今年的农历赛马日呢 是香港全面赴场之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赛马日 那我们也期待今年是否能会再创新高 那我们也祝关注朋友裁员滚滚 那我们先将时间交回应该响以 谢谢可君 那借由赛马祝大家的马到成功了 农历新年的长假期间有不少的港人也选择出境外游 而大年初二的新年烟花会也吸引不少旅客入境 香港入境处的一个数据显示 大年初二出入境香港的人次明显增加 其实截至昨晚的九点钟 累计是有83万6千人次出入境 较大年初一同时段 大多是多了大约22万6千人次 其中出境的人次还是比较多的 有大约47万4千多人 七成是香港的居民 而入境有大约36万 有四成多是内地的旅客 在所有的出入境管制站当中 竟有罗湖口岸出入境人次最多 有15万 其次是洛马州支县 13万.8万人次左右 港珠澳大桥也有11万 将近11.9万人 而机场则大约有9.8万人次 我们也要带你去看烟花 因为大年初二的香港举行烟花会演 警方表示有超过33.8万人次在 维港的两岸观赏烟花会演 当晚不少的内地的旅客 经由各个口岸返回内地 秩序良好 而因应早前的跨年烟花 之后是由旅客滞留的事件 罗湖口岸在年初二 也延长开放到凌晨2点钟 深圳湾口岸则是实行 24小时通关 由旅客即日来回游览香港 也指出这延长通关时间带来便利 大年初二 香港烟花会演在晚上约8点半结束 位于太子的跨境巴士车站 陆续有旅客排队等车 不过很快都上车离开 约10点半左右 罗湖口岸迎来客流高峰 部分旅客称是因个人寻生原因 选择即刻返回内地 但普遍认为延长通关的安排 好处多多 开通这个额外的两个小时 对于这个书行 不仅是一个大大的便利 也在一定程度上 发展咱们这个广东和香港的两地经济 至于深圳湾口岸 则特别开放24小时通关服务 直到年初四 接近午夜时间 仍有不少旅客匆匆赶来 有专程来看烟花的旅客指 自己特别做了返程交通攻略 得知通宵开放感到安心 来之前做过这个攻略的 确实这样会方便一些 因为现在你看都这个时间了 我们来回来的时候 那边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包括现在回香港的人也很多 凌晨一点过后 深圳湾口岸仍有旅客陆续过关 不少旅客就希望 未来深圳湾口岸 可以适当延长通关时间 凤红卫视 崔可君香港报道 深港陆陆口岸的运作顺畅 也离不开两地海关的密切配合 深圳方面就表示 港方密切沟通 全力要保障旅客的通关安全 春节期间 深港两地陆路口岸的通关 预计将超过每日平均68万人次 比2019年春节增加5% 除了年初二入境人流大增 入境内地的另一个客流高峰期 预计是年初八 而出境客流的高峰 预计在年初四和年初五 那么从交通来看 深圳湾口岸是接驳通关方式 最为丰富的口岸之一 目前在深圳这一侧通行还算顺畅 并没有大面积的堵塞 那么口岸附近的巴士线路 也是延长到凌晨的两点半 同时准备了十辆巴士 设置到福田 保安 舍口 三个方向的应急路线 也增加了敌视的供应 确保及时疏散客流 罗湖和深圳湾口岸的海关 称会根据人流变化 保证顺利通关 我们畅通与港方沟通联络 加强口岸连检部门协作 提前掌握人流潮汐 科学统筹人力安排 做到人流动态实时监控 和现场秩序维护 全力保障通关安全 深圳海关将做好通关服务工作 保障口岸通关平稳顺畅 针对人流高峰 及时优化现场作业流程 和旅客通关动线 做好旅客的分类验范 通关引导 深圳出入境边检统计数据 2023年出入境人员达到 1.64亿次 每日平均超过45万人次 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 去年全年有5334万人次 港人北上 占出境总人数的74% 其中超过4000万 经由深港口岸出境 凤华卫视张肖 陈瑞希 李廷生 郑宇丹 深圳报道 在农历春节期间 许多的民众为了要避开出游潮 选择跟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打电动游戏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在大年初三就与党内的立委 相约打电动 要展现国民党贴近潮流 与年轻活力的一面 另外一方面 朱立伦也与青年时尚交流 挑战不同风格的穿搭造型 今天是大年初三 前面已经过了两天 休息了两天 那今天应该要来玩 轻松一点的打电动 农历春节不想出游人几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与党内立委相约打电动游戏 我小时候玩这个长大的 那时候我在立法院 各位小时候 我应该都还没出生 朱立伦玩得不亦乐乎 要展现国民党贴近潮流 与年轻活力的一面 在分组较劲下 鲜少玩电动的朱立伦 在还搞不清楚状况时 莫名赢得胜利 我现在主席大福里先 主席赢了耶 是吗 绿色赢了 主席赢了 今天我们一起打游戏 胜负不是重点 而是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团结在一起 除了透过打电动翻转国民党形象 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 朱立伦也接受青年建议 挑战不同的传达造型 现在主席身上这套是日系街头风 卡其色工装裤 奶油白的衬衫 配上蓝色的刺绣点缀 简约又不失个性 另外朱立伦又换上校园休闲风 穿上大学帽梯 配上牛仔外套 充满活力又显年轻 最后朱立伦穿的是韩细风的穿搭 高领上衣配上黑色大衣 呈现俐落与时尚 朱立伦要一甩过去 国民党的老旧形象 展现与时俱进的新样貌 我们也看到连日以来 许多国家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纷纷发表致辞 向中国人民和全球各地 华侨华人致以新春祝福 美国总统拜登 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发表农历新年祝福 拜登表示 很多个世纪以来 世界各地的家庭会聚集在一起 庆祝新年 指出这是一个重新开始并进行反思 充满希望和可能性 以及正义战胜邪恶的时刻 拜登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开心快乐 健康繁荣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发表声明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 特鲁多表示 对于所有加拿大人而言 春节节庆活动也提供了一个机会 认可超过170万加拿大华人 持续做出的贡献 他们帮助加拿大变得更加包容 和多元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日前在官网刊发新春贺词 向在日本生活工作的华侨华人 以及全球各地喜迎春节的所有人 致以新春问候 法国总统马克龙 10号在社交媒体上 用中文表达了 对农历新年的祝福 他说 祝愿全世界 庆祝农历新年的朋友们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叙利亚总统巴萨尔表示 序中友好交往史和两国人民 共同秉持的价值观 已成为双方牢固的纽带 愿共同开放 序中合作 广阔前景 造福两国人民 直此2024年春节之际 请允许我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 中国春节历史悠久 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在庆祝春节 龙象征着团结和力量 四中两国都充满发展潜力 也热爱和平 致力于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让我们共同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直此龙年春节之际 我向中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 将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 献上我们和瓦努阿图共和国的祝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把镜头转到新加坡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出席 新团败活动的时候 他就表示 他说中国的经济挑战和优势并存 基本实力无庸置疑 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强和巩固 尚达曼在大年初一出席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举办的 新春团败 他提到中国已经不再依靠廉价劳动力 并且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 在电动汽车和工业机器人等工业领域 中国拥有强大的生态制造系统 并且拥有出口竞争力 尽管中国整体劳动力已经不再扩张 但是人才济济 包括工程师 科学家 以及仍在增长的熟练劳动力 都是中国的强大优势 他也提到在未来五年 中国将会占领全球经济增长 总量大约两成 而尚达曼也指出 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 周围有源源不断的机会 包括中国 印度 东南亚 美国和欧洲 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 11号举行新春庆典 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吸引大约有70万人的围观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和首相苏纳克 分别发来贺信 对于这一场新春庆典高度的赞赏 苏纳克也表示相信龙年将会为每一个人 提供焕然一新和发展重大的机遇 2024年英国新春活动 好戏联台精彩不断 有关戏曲 美食 民俗的中国新春庆典 那是从南到北 当地的博物馆 剧院 学校 以及各界 其实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那我现在就是在伦敦市中心的 特拉法加广场 一场激动人心的舞龙舞师 以及来自广东浦宁的英歌舞 可以说彻底点燃了伦敦 中国中英大使郑泽光 伦敦市长萨迪克汉 伦敦威斯敏斯特市长麦卡利斯特 以及各界代表在这次中一致认为 英国华人社区为促进中英两国 友好交流所付出的努力功不可没 成为两国间友好合作 而发展的流离纽带 当天来自英国各地的多个龙师队 轮番为唐人街及周边商业 送上传统省尸采清祝福 热闹的花车巡游 吸引大批人潮和商机 文艺会员美食年货摊位 等精彩分成的活动 吸引近70万在英华侨华人 留学生 中英机构代表 以及英国民众和各国游客参与 中国太平已经连续多年支持伦敦的新春庆典 我们希望通过这行动促进中英之间的文化互信 长期以来 太平英国都坚持用心经营 诚信服务的经营理念 服务当地华人华侨 为社会创造价值 在当地华人社会和保险市场赢得生育 未来我们会继续创造社会价值 旅行社会责任 附近文化交流 讲好中国故事 伦敦威斯敏斯特市长迈卡利斯特 对本台记者表示 中国的音乐 传统的舞蹈和表演 让伦敦这座城市神机勃勃 凤凰卫视徐亮张静文伦敦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跟进到 是已军12号的凌晨 突然对于加沙地带的南部城市 拉法以及周边地区 发动海陆空全方位打击 这是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 目前造成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了100人 而另外有数百人受伤 伤者当中也包括妇女跟儿童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在当地的时间11号表示 已军继续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是有助于哈马斯达成交换 被扣押人员协议 哈马斯方面早前是警告 如果以色列对于拉法 展开地面进攻 将会停止被扣押人员交换谈判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12号表示 已军当天的凌晨 对于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 及周边地区进行军事打击 而我们也看到 在当地科威特医院的周边 遭到了炮击 有伤亡人员被送往医院 拉法的居民说 由于空袭时 人们正在入睡 也因此很难紧急逃生 哈马斯的媒体办公室 在10号也曾发表声明回应 目前有至少140万名的 巴勒斯坦人居住在拉法 而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可能会导致数万人的死伤 而已军现在是宣布 特种部队突袭拉法 救出了两名人质 两名男子分别为60岁和70岁 已军表示 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 也已经被送往特拉维夫的医院 就在11号的晚间 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也通了电话 重申美国的立场 指出如果不能够确保 加沙地带南部拉法 100多万人的安全 以色列是不应该在拉法 采取军事行动 接壤拉法的埃及 也呼吁国际社会 要致力于阻止拉法 成为袭击目标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 时长约45分钟 两人商讨了以军计划 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以及解救被扣押人员的问题 美国白宫表示 拜登在通话中强调 现阶段需要利用 谈判取得的进展 确保所有人质尽快获释 他重申 如果没有一个 可靠且可行的计划 来确保在拉法 避难了100多万人的安全 以色列不应该在拉法 采取军事行动 对于拜登早前批评 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做得太过火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 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时说 不知拜登的批评 是什么意思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 另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又说 有些人叫以色列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应该进入拉法 那等于说输掉战争 让哈马斯留在加沙 埃及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警告 以色列可能对拉法发动军事袭击 将会造成可怕后果 埃及呼吁 必须联合所有国际和区域努力 防止拉法成为袭击目标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当天表示 以军继续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有助于与哈马斯打成交换 被扣押人员协议 他说以军目前已经进入 哈马斯非常敏感的据点 并正在利用情报对付哈马斯 他认为军事行动越深化 距离一个现实的协议就越近 不过哈马斯当天指出 如果以军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 哈马斯将停止有关交换 被扣押人员的任何谈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次以军对于拉法发起军事打击 造成超过百人死亡 这对于哈马斯来说是致命一级吗 会不会加重加沙的人道危机 来看军事专家的分析解读 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 现在也是孤注一掷 为什么 因为你对整个相关加沙地区 进行控制的话 你如果要是留有 留有这个拉法省的一些地方的话 可能哈马斯会在这个地区 这也是内塔尼亚湖 包括加兰特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他会认为 既然我已经管控了 北部和中部地区 那么作为拉法省 这个地区也不应该成为空白 所以采取这种军事行动 更加符合其实际的政治目的 那么从内塔尼亚湖的角度 是希望在三个月来解决哈马斯问题 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四年 那么后来你像以色列军队就指出 将会在半年 甚至要在一年时间内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这个问题 可真不是内塔尼亚湖和加兰特想象这么简单 所以现在要扩大对整个加沙地带 采取军事行动也是为了做到战场的真 但话说回来 对哈马斯来讲的话 确实会带来比较大的威胁 毕竟相对来说 拉法省这个地区难民比较多 有100多万难民 那么作为哈马斯来讲的话 它可以混迹在难民之中来寻求自保 但是如果要是对这个地区 采取军事行动 不仅仅对哈马斯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也会对100多万难民造成重大的影响 其实在拉法省最多的是什么 最多的就是难民营 那么现在有100多万人都在这 如果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将会造成大量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也是为什么拜登在这个问题上 是坚决的反对 随着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持续加剧之际 伊朗外长阿普杜拉西洋 也继续的出访中东多国 11号他是到访叙利亚大马士革 与叙利亚总统巴刹尔和外长 米格达德就地区局势进行会谈 来看本台驻大马士革记者 发回的报道 11日巴刹尔 阿萨德总统在意 到访大马士革的伊朗外长 阿布杜拉西洋会面时表示 美国向伊斯列对加沙地带 持续侵略所采取的行为 包括美方向伊斯列 继续提供的机密武器 以及华盛顿在中东各个地区 所进行的侵略和事件 再次又可能会 因为纪念 我从南部出发 北斗斯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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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里亚与伊朗两个外长方面 在许外交部也举行了会谈 就地区书和国际形势进行了作战 书里亚外长米格达德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 许一两方对最近地区的新发展 包括加沙战争有着相同的意见 米格达德还表示 书里亚从来就以不同方式来抵抗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 特别是对书里亚领土的侵略 在这次伊朗外长发问书里亚时间两方签调 书里亚与伊朗对应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应对以色列针对加沙人民所实施的种族媚觉 有相同的立场 而以色列对该地区的侵略是不会不得到回应 不得到回应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所实施的东西 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后续有跟进 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一份声明 防长奥斯汀11号的下午因为膀胱疾症 被送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接受治疗 美国国防部就表示奥斯汀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之后 他的职责已经移交给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 另外一方面白宫国会副防长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都已经收到奥斯汀住院通知 奥斯汀原定是本周前往比利时 参加乌克兰防务问题国际联络小组会议 并且出席北约防长例行会议 目前不清楚奥斯汀会不会因为住院改变计划 在上个月奥斯汀因为多日的瞒报住院而引发争议 包括前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多名共和党人 就呼吁解除奥斯汀的职务 朝中社方面在12号是报道 国防科学院日前成功研发可控火箭炮弹和弹道控制系统 报道指出国防科学院在11号进行240毫米 可控火箭炮弹弹道控制试射 并且对其的准确度及性能进行评估和验证 成功研发这一款系统将会对于朝鲜军队的火箭炮的力量 带来质地有效变化 国防科学院也确信 由于这一方面技术的进步 240毫米火箭炮的战略价值和效用性将会重新得到评估 在战场上的作用也会增大 接下来听我给您财经消息 亚太区的主要金融市场包括内地 香港 台湾 日本和韩国 今天都是假期休市 而美国在周二将会发布一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市场是预期通胀压力将会进一步的放缓 市场预期一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预计按年升2.9% 升幅比去年12月收窄0.5个百分点 按月升幅也由前一个月的0.3%收窄到0.2% 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师他是预测 在一月核心CPI反应去通胀化是有进展 而主要是受惠于二手车架下滑 但服务通胀还是很顽强 租金升市则有所放缓 保险与酒店费用可能会上升 内地智能电子产品的生产商小米现在致函印度当局 指政府对于中国企业进行严格审查 这已让智能手机零部件供应商感到不安 路透社引述报导信函的内容说 小米在印度的处境仍然很艰难 尤其是在智能手机的领域 原因是许多的关键零部件是来自于中国供应商 小米的管理层在信中表示 印度政府应该要解决有关的担忧 并且努力向外国零部件供应商灌输信心 鼓励他们在印度建立生产设施 接下来走一趟黑龙江 因为黑龙江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在网上爆红 大量的外地旅客趁着新春佳节 涌入当地来凑热闹 要来体验一下冰雪天地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现场的特派记者陈锦艳 锦艳目前在当地民众怎么样的感受 赶快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好小女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是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 趁着农历新年 不少人都会趁着假期出游 而冰雪旅游最近是非常的火红 有冰雪之乡之称的哈尔滨 更是非常的受欢迎 从我们镜头可以看到 园区里面满是人山人海 而旁边密密麻麻的排队人潮 排的是园区内的超级大滑梯 这条超级大滑梯长500米 滑下来非常刺激 很受旅客欢迎 所以即使在冰天雪地里 游客也愿意等只为体验速度与激情 园区春节阴影人潮 已经提前了一小时至十点钟就开门 然而在早上的八九点钟 我们的观察看到 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长的人龙 有不少人同我们说 他们多数来自南方 也有国外来的旅客 为了排到心仪的大滑梯和摩天轮等设施 所以早就到场 希望可以尽快玩到 开院之后 现在的观察看到 已经要排三小时以上了 说起冰雪大世界受欢迎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 占地81万平方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冰雪乐园 也是哈尔滨最火热的冰雪旅游打卡地 其实即使不想长时间的排队 也可以 因为园区里面为游客精心打造了 过千个美轮美奂 晶莹剔透的冰雕 例如我身后的这种冰雕 即使在这边逛上一圈 也同样可以感受冬日的快乐 体验冰雪的热情 以上就是我们在哈尔滨的观察 先将时间交回给您响意 谢谢景艳来自哈尔滨的最新连线 接下来关注体育赛事 是阔别五年的香港传统赛事 贺岁杯再度回归 而大年初四下午的五点钟 将会在香港大球场就要登场 世界明星队与香港明星队 到时候也将会上演表演赛 包括黎瓦尔多在内的是七位球星 今天已经集体亮相记者会 给香港的球迷来拜年 画面上你看到七位 世界杯球星领军的世界明星队 周日起陆续抵港 在大年初二晚间也欣赏 维港的贺岁烟花表演 在记者会上 一众的明星也给广大的球迷 送上新年祝福 而首次来港的罗马王子托迪 他说很期待在香港 要品尝传统的贺年美食 他们表示期待 为球迷提出精彩赛事 比赛之余 他们也将会与本地的社区 足球队还有足球教练跟球员 进行互动 大会也宣布 这次将会派发贺岁杯的门票 给有需要的人士跟基层家庭 希望在新春刚开始 就可以造福社群 让更多的球迷 可以欣赏世界杯冠军们的献祭 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 世界泳帘市井赛 中国队在男子四成一百米 自由泳接力项目当中 成功夺冠 19岁的小将潘展乐 也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次由潘展乐 季星杰 张展硕 王浩宇组成的中国队 3分11秒08夺得冠军 其中潘展乐在第一棒 是以46秒80的成绩 打破男子一百米 自由泳的世界纪录 意大利队和美国队 分别摘得银牌和铜牌 接下来关心芬兰的政坛 因为芬兰议会第一大党 民族联合党候选人 前总理斯图布 在1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 第二轮投票当中胜出 当选芬兰新一任的总统 将会在3月1号要宣誓就职 斯图布他强调 希望芬兰成为北约的核心成员 和平道路只能通过战场实现 目前西方国家必须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 根据芬兰司法部公布的计票结果 斯图布得票率为51.6% 击败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绿党议员 前外长哈维斯托 另外据统计 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率为70.7% 低于首轮的75% 斯图布出生于1968年 曾担任芬兰总理 财长 外长 外贸与欧洲事务部长 以及欧洲议会议员 在确认胜选后 斯图布对媒体表示 他将会继续现任总统尼尼斯托的路线 但同时应该看到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芬兰成为北约成员国 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 斯图布希望芬兰成为北约的核心成员 又指只要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 就很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对话 他又表示各方都希望在俄乌冲突中找到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但他认为和平道路只能通过战场实现 目前西方国家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 并为乌克兰提供一条加入欧盟和北约的道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也要关心是巴基斯坦公布国民议会选举最终结果 没有党派获得过半数议席 各方需要协商阻隔以筹组联合政府 目前在坐牢的前总理英姆兰汉所属政党的数百名支持者 11号在卡拉奇抗议选举结果 另外一方面对手谢里夫领导的政党也成为国民议会最大党 谢里夫也已经开始谈判筹组联合政府 数以百计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英姆兰汉 附属政党正义运动党的支持者 在卡拉奇举行集会 抗议国民议会选举结果 示威者表示 由前总理英姆兰汉创立的正义运动党 被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通过裁决剥夺其选举标志 该党候选人仅被允许以独立参选人身份 参加本届国民议会选举 因此即使他们获93席 也不能成为国民议会最大党 英姆兰汉目前因涉滩正在服刑 她的妹妹阿利玛批评当局对正义运动党不公 剥夺其党的选举标志 等同剥夺了选民的权利 呼吁支持者到全局委员会办公室外抗议 而由前总理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 在选举中以75个席位位居第二 虽然在议会中未过半 但由于英姆兰汉的政党要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 导致穆斯林联盟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 谢里夫11号就与获得45席的人民党主席 前外长扎尔达里会谈 谈判筹组联合政府 但尚未达成正式的联盟协议 另一方面 获得17席的少数党派统一民族运动党 则在卡拉奇街上庆祝 穆斯林联盟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他已经会见了统一民族运动党的代表 他们同意原则上为了国家的更大利益而共同努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45周年之际 在伊朗全国各地11号举行纪念活动 有数百万的民众走上街头集会游行 伊朗总统莱希当天发表讲话 也呼吁尽快停止轰炸 加杀平民 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主干道和广场 随处可见旗帜 气球和写着革命口号的横幅 大批民众走上街头 挥舞伊朗国旗高呼口号 焚烧美国和以色列国旗 在当地标志性地点自由广场 伊朗军方展示了苏莱曼尼弹道导弹 凤凰运载火箭等一系列尖端军事装备 活动期间 还有散兵身批伊朗或巴勒斯坦国旗 从高空跳伞到集会人群中 伊朗总统莱希发表讲话 呼吁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驱逐出联合国 停止轰炸加沙 我们的项目标 出联合国主义政权驱逐出联合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美国德州休斯敦一处教堂 11号发生这起枪击案 事件造成两个人受伤 枪手被两名修班远警 当场击毙 警方表示 枪手是一名30岁出头的男子 行凶时带着一名5岁儿童 事发时的画面显示 教堂内响起密集的枪击后 人群慌忙逃离 疏散到室外安全地带后 有逃过一劫的民众 互相拥抱庆祝 目击者回忆说 事发时听到十余声枪响 休斯敦警方表示 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 一名30岁出头的女性手持步枪 带同一名约5岁儿童走进教堂 并开始射击 当时两名正在教堂内的修班警员 随即将枪手击毙 事件中没有民众死亡 不过 与枪手同行的儿童在交火中中枪 送医后情况危急 另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腿部受伤 警方表示 尚不清楚受伤儿童是被哪一方击中 当局正了解这名儿童 与枪手的关系 以及枪手的作案动机 另外 枪手曾威胁说 携带有炸弹 警方在搜查他的背包和车辆后 没有发现爆炸物 据了解 事发的莱克伍德教堂 可以容纳近16000人 是美国最大的教堂之一 每周有4万多人在此做礼拜 其主任牧师乔尔奥斯廷 是美国最富有 最受欢迎的牧师之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同学感谢您加入 持续的平安幸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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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